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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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天空为起点 这是惊天伟地的千年旅程 中国建造之路 大地骨骼上的镌刻 将亿万年不改的刻骨铭心 传承到此刻 只因春秋里有华夏 乾坤里生中国 天地之中一见钟情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媒体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丽林 降噪健康幸福家 天津中建地产25周年 品牌唤新发布会 即三盘产品说明会 非常荣幸也非常开心 能够和各位共度美好的时光 也共同来见证 天津中建地产品牌 唤新发布的高光时刻 在这里我请代表本次活动的主办方 对于各位的丽林 表示热烈的欢迎 以最为衷心的感谢 欢迎各位 首先请允许我隆重为各位介绍 出席今天活动的各位尊敬的领导和嘉宾 他们是 中建六局党建工作部部长 赵佩华 欢迎您 以及天津中建地产的各位领导们 欢迎各位 同时呢 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 泰康集团和中海地产的各位领导 以及天津的各位媒体老师 参与本次发布会盛典 欢迎各位 因为疫情原因 我们在互动TV和凤凰网平台 同步线上直播 我们众多业主客户合作伙伴 全体员工都在线上观看本次直播 时间长河之中 总有一些城市厚积勃发 依时代而不凡 市场淬炼之中 总有一些企业前行前行 因经验而精彩 天津就是这样一座不凡的城市 而中建就是这样一家精彩的企业 中建地产天津有限公司 依托中国建筑强大品牌优势 以及自身雄厚的人才 管理技术和资金实力 历经二十五载砥砺深耕 已经形成高速稳定发展态势 多年来一直低调内敛 稳扎稳打 但却一直创新思考 潜心打造精品人居 成为天津品质的引领者 城市唤新推动者 如今五大产品系 六盘同回要祝福金门 千家万户 成就中建天津发展中 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 二十五年 城市的变迁 时代的前行 共同书写了 天津中建地产美好篇章 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欣赏 品牌宣传片 何为讲 这个问题 伴随时光的前行 始终回荡在中建人的心中 前路漫漫 上下求索 终勿得旗鼓 在这风风雨雨的五千年间 有人书写了历史长河中 那朵灿烂的浪花 也有人隐匿在时光中 点燃那盏照亮前路的灯 中建地产 以昂首奋进的姿态 谱写事迹的四分之一个篇章 作为全球最大的投资建设集团 中国建筑的一员 中建地产天津有限公司 始终是拓展幸福空间的坚定践行者 在极流涌动的方展大潮中 为宜居之城打造一张张幸福名片 25年来 以极致的产品主义 冲立了福乐系 乐系 城系 安居系 绿居系 五大成熟产品系 用二十余项作品 为十万余名追求品质的居者 带来健康幸福生活 无论是居住地产 民生地产 还是商业地产 无论是城市综合开发 还是文理地产 中建地产都以金工驻家 国之动良 祝福天下的品牌价值观 和对品质的不懈追求 潜心挡造精品人居 不负土地禀赋和城市居者的青睐 于清城的掌声中回馈城市的期望 精益求精 是匠人永恒的品质追求 为实现人与建筑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 中建地产 以精益建造 绿色建造 智能建造 科技建造 人文建造 五大建造体系 十六大核心技术 创新升级健康建筑理念 从框间 空气 水质 环境 光照 健康等六个维度 打造健康住宅体系 为业主提供运色 人文 运动 共生的 全灵全食活力社区 中建物业 全方物满足业主需求 推出五星服务理念 从细微居处 着手提升物业品质 给予业主更加贴心的温暖服务 让家更有幸福感 在这高速发展的二十多年间 中建地产 以创新的思维 超前的理念 一直引领着区域行业的发展 凭借卓越的产品力和服务力 赢得了政府 客户 合作伙伴 及业内等社会各界的尊重和赞誉 始终走在天津主流房地产企业前列 成为行业健康幸福住宅新标杆 国将金柱 尺度已有责 作为建筑品质的引领者 城市唤新的推动者 家 国 天下的央企责任 中建地产 需于未敢忘之 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 对抗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 立足经经济 布局国家经济战略高顶 以托中建集团 全产业链的央视驱动 形成1加3加X的区域布局 构建战略纵深 秉持匠人初心 构筑城市未来社区 中建地产 大力构建 投资建设 加大健康的产业综合发展模式 加强产业间的跨界融合 多方开展战略合作 为业主提供 医养 健康 运动等一系列居住生态服务 从关注建筑 升级为更关注精神 从品质建筑的开发商 升级为健康幸福生活的降噪者 向着健康幸福空间服务商的愿景迈进 远行者稳静 稳建者远行 中建地产坚持长期主义 凭借先进的设计研发能力 成熟的招财体系 专业的成本控制能力 数字化的工程管理能力 和年轻团结的人才队伍 为代建业务 特色小镇 城市更新 文旅康阳 美丽乡村 养老产业等新业务领域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建地产 以强大的凝聚力和拓展业务领域的决心 打开发展新格局 为城市人均深刻变革 贡献力量 核为将 赤为将 是探索建筑美学的绘制工具 也是记录在时光里的点滴美好 是埋藏在心中的一个理想支点 是亿万光年的遥远距离 亦是流淌在未来空间中的光的踪影 大将之路道足且长 中建地产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 以大国具强姿态 在浪潮中坚定前行 与时代并肩为品质代言 举起降噪健康幸福家的档旗 直笔不化城市理想未来 更是精细耕耘的降心 也是深耕成事的执着 人需铸造不是空泛的表达 经过岁月的沉夜与创新 源于降心研磨的修为 和对理想生活的滋滋以求 更源于将人们对于初心的坚守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 中建将人们的心声 我认为降心就是对自己负责 对于业主负责 把产品做到最高的品质 和最好的效果 我认为降心就是专业的态度 把专业的事情做到极致 在细节问题上 我会严格地要求自己 勇于自我革新 自我超越 我觉得降心就是做 简单正确的事情 把简单的事情做正确 把正确的事情做到极致 在工程施工上 我们会严格把关 我们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 会选择行业内品质高 口碑好的合作伙伴 然后基本上都是 全国前20名房企的 战略合作单位 我们每年还要对他们进行 评比筛选 优胜劣汰 在工程施工上 先进行样板引路 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关 会根据业主不同的家庭结构 挖掘出不同的居住痛点 举个例子吧 一个小太阳结构家庭通常居住面积不大 但是对于收纳功能的需求非常的强烈 针对这个痛点 那我们就把收纳空间挖掘到极致 比如小道鞋柜这个东西 我们都会根据鞋子的不同尺码 分割成不同的间隔空间 当然这种例子还有很多 每次都是团队内部磨合 交流想法 一次次碰撞出一个最优方案 我们在景观的细节营造上是非常苛刻的 比如说在宏观方面 我们注重多重景观的营造 在微观方面 我们将草坪的铺值 细化到六部做法 比如说市政的配套景盖 我们也是用心地去推敲美化它 让它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对于天津中建地产来讲 就是持续地去满足客户的需求 我们在天津25年了 更懂天津人的痛点 比如在七房销售的时候 只能凭空想象 针对这一问题 我们采用所见及所得的展示方式 去给客户呈现实体楼的样板间 在样板间里 我们可以摸得到拉毛的地面工艺 可以看到所有的施工的材料 可以听得到超静音的密闭窗 阻隔噪音之后安静的效果 也可以在不同的季节 闻到不同的分箱系统 通过五维的感官体验 去营造最真实的购房体验 中建地产一直坚持着导师带途的机制 每一个新学生入职后 都有一个老师进行传帽带 我来公司十几年了 我们开发中建幸福城保障房时 虽然是保障房 我们要求达到丧品房的品质 我们老一代工程师 亲自爬到教授架上 然后用锯条切割保温的样块 一面墙一面墙的切割 然后又用包卡式进行测量 这种亲自负责的精神 一直影响着我 也完美地展现了什么是工匠精神 公司对于设计标准的要求特别高 从一开始的规划配套 到后期的精装景观落地都是如此 比如公司整合 研发 施工等各业务条件 成立了精装小组 打破了项目和不同部门之间的壁垒 形成了精装大鸟堂等多项运行机制 仅借助精装小组平台 就研发落地了11项制度文件 其中每项制度文件都非常的详实 而且都要高于行业标准 比如其中的精装修施工图审图要点 就多达481个审查点 所以我认为公司成熟的制度 和运行机制是匠心传承和坚守的保障 我从毕业就进入中建地产 到现在将近五年的时间 亲眼见证着景观品质的不断提升 从满足最基本的修贤需求 到成为美和舒适的栖息之地 到新中式 法式等风格的不断演化 再到形成标准化的产品系 都是在不断地超越自我 去年我们还成立了景观小组 集合团队的力量 对公司每个项目提供技术支持 现场监管 质量把控 我想正是这种对于产品品质的坚守 和自我革新的降薪精神 成为了中建地产25年来发展的根基和磐石 我来到公司六年了 耳濡目染的就是公司对客户需求的这种钻研 就从外创防渗漏这一项来说 我们就采用了六重工艺 用精细化保障安心 因此很多客户也成为了我们的粉丝 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口口相传 我们的老代心比例和复购比例非常的高 其实这就是一种初心吧 以客户为本的初心刻在骨子里 展现从传承到传送是品牌影响的拓展 天津中建地产砥砺前行 以传承匠人精神担当 历经悠悠岁月洗练 谱写人居哑张 接下来我们将隆重请出副总经理苏庆飞 向我们分享匠心传承二十五载的中建故事 掌声有请 大家好 很高兴能与大家分享 中建地产一些新为人知的故事 中建地产二十五年来蓬勃发展 变的是规模人员布局 不变的是对降薪的坚守 变成拓展幸福空间的使命 中建地产二十五年来精心打造品牌价值和核心竞争力 总结提面出 精益建造 人文建造 绿色建造 科技建造 智能建造 五个建造理念 涵盖十六大核心技术 从定位 设计 选材 制造 管理上 无一步闪耀着降薪 以专业的精神和精细的标准 为业主 进攻 住家 在降薪定位上 中建地产在项目选址时 会特别注重地段 交通和自然资源 忧心选择周边有公园 地铁 河流的位置 比如 中建越东方 位于城市中环线内核心居住板块大直估 临近河东体育中心 占据难得的双地铁板块 凭借舒适与功能兼具的产品 稀缺的区位优势 以及中建地产品牌号召力 项目逢销闭灌 雄居成交套数榜 面积榜 及金额榜三榜榜首 比如中建幸福城 小区对面是唐姑最大的森林公园 小区内部一环两轴 一带一新五元一街 六大景观规划 坐拥内外双公园 虽然是限价房 但低密洋房大盘的稀缺定位 使项目一如是就引爆滨海市场 销量获得2014年度滨海第一名 天津市第二名 并斩获海河碑 中国建筑卓越项目奖 国资委优秀互评价等诸多荣誉 比如中建海拉府 折指生态城核心生态岛桥头位置 三面环河 享有超长河岸性的资源优势和公园为减 使滨海少见的一线河景低密住宅区 容积率仅为1.1 获得天津2020年度地产一居向往 比如中建城 位于唐姑湾中央都会区 也就是滨海核心区生活承载地 景临天津大道 与海河一步之遥 获得天津2020度品牌价值楼盘 连续五年稳居区域消灌 保持滨海新区成交前列 比如我们的旅居区代表项目 中建云山小镇 位于重建四面山旅游度假区核心地段 景临国家五埃及旅游景区 构筑了一个三居度假综合体 获得中国最值得期待文旅地产项目 TOP20 可以看出 我们一直以独特的专业引光 和对市场极具前瞻性的把握 对项目定义进行精细打磨 使每个项目成为区域市场内 性价比更高 更受客户欢迎的社区 在匠心设计上 我们精雕细琢 积极推进产品创新 从建筑外观 步行设计 室内精装到景观设计 打造实用 舒适 一居节能的智能建筑 这也是我们的匠心所在 比如 维和运落规划方式 不仅丰富楼金景观 实现人车分流 打造半私密 更富裕了业主领域感 安全感及尊贵感 我们2007年开发的中建华府 就是当地首创大型维和市 运落社区 以领新当地3到5年的规划理念 荣获2010年全国人居金顶建筑规划设计方案建筛金奖 2010年中建预警华庭 以富富有景 家家赏员的中央维和市警官 在当地掀起了一场中建驯风 荣获全国人居金顶规划建筑双金奖 天津市最佳人居规划楼盘奖 比如我们充分利用内外生态资源的搭配 寻找业主生活方式的最优解 在中建海拉府 联合规划了三个便捷出入口 可以直接从小区通达 故道和公园 极大的提高了业主体验感 我们还结合生态城气候特点 寻取多品种苗木 做到四季有花一月一节 北城保障房项目 为业主提供了充足的社交空间和公共空间 而且还带进了两座外部公园 一座两万六千平米的运动主题公园 一座四千平米的街景公园 远高于政府给的建造标准 极大提升项目的品质和区域的生态人文环境 比如在户型、金装上 我们把住宅的功能性、舒适性 及人性化细节做到最好 中建城续合外 在研发八十九平米洋房户型的时候 既要让使用面积实现最大化 又要保障舒适度不受损 设计团队翻阅了大量资料 做了大量调研 研究业主需求 研究各功能尺度 感受人体功能学 把空间按毫米进行反复推敲 最终实现了三十两天一卫半的功能空间 便起是南向三开间大通听的布局 开售极数性 成为区域内最畅销的明星户型 还有一些人性化细节上的把控 比如不止地板在卫生间门口会出现返潮的情况 我们创新性地在过门石下方设置七型混凝土挡水砍 这些小细节虽然增加了工序和成本 却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业主的烦恼 针对业主家有残疾人或老人的情况 我们研发出的施老化住宅 从进入家门口开始设计 无门槛入户门 换鞋扶手 拐杖挂钩等等 更加贴近老年人的生活习惯 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 我们固化形成了42项精细化设计标准 融入到入户空间 客户空间 除位空间 墙路点点位 物类安全性 四老便积性 景观人性化等各方面 而这些匠心的坚守源自一切 以业主为本 匠心选财 是品质住宅的修养 从选财到质检 我们都本着品质至上的匠心精神 从源头对产品 对客户负责 比如我们在选苗时 树的灌服 胸镜 形态 都要达到甚至超过徒子要求 景观团队经常要跋山涉水 前往不同省市 从上百株树木中精心挑选 重要苗木还会提前放到 我们的苗木产业基地 生长两年后再移植到园区里 苗木到床后 对土球尺寸 根系 树干 叶片等精确到 厘米级的质检 不符合的需要进行更换 以保证最佳的品质呈现 比如在防生路 防开裂等容易产生质量通病的地方 我们的选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材料 车库顶板采用耐根穿刺防水材料 地下室外墙防水保固层 采用几束巨笨板粘贴 保证防渗漏能力以及防水保护措施 所有高层以下楼座雾面工程 均按照一级设防提高防水等级 采用的均是两层卷材防水 比如中间层重合弯项目 我们在安装精装门扇密封条时 按照木质颜色进行了定制 同时保证了实用性和美观性 比如北城保障坊项目 是全装修交付标准 为了让环迁百姓住得舒适 项目在控制总体成本的前提下 增加了复合木地板 乳胶漆墙面和顶棚 在厨房和卫生间增加瓷砖墙地面 旅扣板吊顶 又增加了马桶 截具 一体化 烟机 造具等 而且使用的都是知名品牌 达到精装商品房品质 在匠心制造上 依托中间60余年房屋建设的专业优势 用精益建造体系打造卓越建筑品质 铸造中间地产的品牌名片 五房建筑质量体系和精细化施工体系 是精益建造包含的两大核心技术板块 共包含118项精益施工标准 五房 即防渗漏 防空谷 防污染 防异味 防噪音 都是围绕着业主居住的痛点来进行防范 在防渗漏方面 外墙 屋面 外窗 卫生间 厨房 有洗衣机阳台 车库 外窗都进行了高标准设防要求 比如 止水 倒墙 倒坎 出5.20结构工程 均与主体混凝土一次性胶筑成型 做好防渗漏的第一道防线 外窗工程中 通过设置起口结构 采用专用防水材料封堵 设置金属披水板等措施 保证雨水顺流而下 不纯水 不倒灌 在防空裂方面 在墙面 地面 金装修施工标准都进行了规范 比如 地面混凝土 精细化 拉毛处理 提升延展性和抗拟性 有效消除地面空谷等隐患 使内抹灰采用绿色低碳的亲自石膏 代替传统水泥沙浆 能够有效减少空谷 开裂 精细化施工包括土建 安装 装修 景观事项 土建 安装施工体系又分为主体 二次结构 门窗 管线等方面 精装施工体系在卫生间 水电点位 水电信录 平整度 墙地砖上做了规定 景观施工体系包括硬装 软紧 比如外墙保温需要实际道工序 墙面要进行三次不同阶段的平整度测试 食材铺贴前需做六面防护处理 连草坪施工都需经过六步验收才能合格 而室内小门朵 飘窗 防水返砍 上人孔 过粮等需一次性交注成型 同时 我们还通过工艺工法样板间 工地开放日 工地现场直播等形式 主动透明地公开各项施工细节 让客户来体验监督产品打造 得到了大量客户的认可和在意 在质量管理上 采用样板引路 工程作法集成手册 匠心工艺达数百项 部分作法还获得了工程质量管理类发明专利 另外聘请国内领星的第三方测评机构进行实体测评 每季度实测实量 与安全测评达80余次 质量测评涉涉及67项 工序测评达51项 安全与五个建造零容忍管控清单打30项 确保精工住家 成立精装景观两个专业小组 发挥技术精刀作用 为产品力打造负能 公司苗目产业基地实现了业务模式的创新应用 让中建绿井实现栽进移出 既存 既用 破解品质控制难点问题 在合作方管理上 我们会定期对工方进行分级 优秀者会享受到四优先及数位优先 纵标优先 调价优先 旅约保证金减免优先等政策 来激励合作方提高质量水平 同时 大范围使用原主网招标平台 拉通中海领潮资源 实现公开建标 旅约过程中出现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 将被录入黑名单 五年内不得参与中建地产投标活动 刚才我用十几分钟的时间 从定位 设计 选材 制造 管理上 解读了中建地产在降薪上的一些坚持 这只是无数降薪的输液 背后代表着我们二十五年来对品质的坚守和对业主的负责 希望各位观众能更多走进我们各个项目 亲自体验我们的降薪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苏总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谢谢 时间这个伟大的作者创作出城市璀璨的过往 也正在缓缓落笔它的未来 人们对未来理想人居的需求是一个时代大环境下的剪影 如今都市人群正渴望着摆脱现代生活的复杂性 一种在生理精神及社区幸福感的居住健康 正逐步成为全球性公共话题 关于健康人居的话题 让我们不妨来聆听设计师给予的答案 健康住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健康住宅在我们的理解中 它主要是分为健康 安全 福祉 这三个部分来组成 说到健康住宅的重要性 健康其实对个人来说 还是对社会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第一要素 我们认为住宅应该具有合理的空间尺度 舒适的空间的规划 让全邻家庭成员都可以在空间里具有深度的体验 人们对于心理上的健康也更加关注 那么疫情期间 健康的居家环境 专业可靠的社区服务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我们也非常有幸能承接这次中建地产的设计项目的主笔 那么在整个的设计考量当中 我们把整个的健康住宅理念融入在这个项目当中 从客户的生活配套到归家动线 以及到住宅的尺度 从安全维度上来说 我们会在社区内部布置这种人车分流的慢行系统 让我们的社区内的更加的安全 等等一系列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考虑 我的健康设计理念 我们希望一切以人文自然的这个角度出发 让居住者成为社区生活中的集体中的一份子 从而获得自己和他人的认可和尊重 将人文与自然的综合美学 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社区生活当中 从而积极地引导我们社区美好生活的深度体验 那么在设计上呢 我们要对于这些自然资源呢 有所回应 比如说对于水井河井这样的景观来讲 我们会在规划以及这个互形设计上 充分利用咱们这个天然的景观 保证业主能够做到出门游景 归家观景这种双重的景观体验 再比如这种绿化景观呢 或者是公园来讲呢 我们需要将人的活动与其 紧密的这个集合起来 这样才能提高居民的健康生活体验 关于住宅的未来的研发方向 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以及我们每一个研发者 所要共同共建的一个话题和梦想 也是我们作为一个设计师的一个使命 那么未来的绿色设计 生态设计 人性化设计 其实也都围绕着我们现在后疫情时代 以及我们对于数字化生活 以及我们的双碳生活 这样的一些向往 以及我们所有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认为随着健康住宅越软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公众面前 其实大家对于这种健康的住宅的这种意识的重要性 也是逐步在提高的 如今我们已经步入了现在的健康的3.0时代 大家除了对于这种公共这种健康设施的一个需求以外 也关心到了我们未来健康住宅的一个对于生活上的一个需求 我们提倡未来社区是社区居民可以形成一个共识 共建 共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良性的社区模型 同时它一定是一个魅力的社区 在不久的将来 是一定会成为居住建筑的一个主流方向 而未来的各方者 在寻求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意愿也会大大的提升 尤其是对这种可持续建筑 智能建筑 智能家居这些利用先进技术打造的健康居家生活 更加的青睐 政府要素也是时代趋势 对人们而言健康不仅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 更是对居住环境的考量 天津中建地产在人性化角度思考 探索生活本源 以健康关怀视角打造健康空间 接下来呢 我们将隆重请出设计研发负责人李花 向我们做详细解读 掌声有请 大家好 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 中建地产健康空间设计理念 中建地产经过了25年的蓬勃发展 致力于为业主打造健康幸福空间 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与提升 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 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 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人们开始慢下脚步 更多的去关注健康与空间环境 我们始终认为社区不是钢筋混凝土的堆砌 而是物理空间和精神场景的积极互动 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引领 中建地产历经25年的沉淀和精心降噪 打造健康空间体系 提出降噪健康幸福家的品牌理念 包含健康产品 健康人文 健康科技 健康精工四大健康维度 五个建造体系 二百八十项健康细节 我们希望业主回到社区 能够感受到舒适的空间 体会到温度的服务 触碰到科技的便捷 领略到精工的品质 每个时代对好的居住产品 都有新的定义 产品也因顺应时代不断迭代 大城市给人们带来繁华 也带来了高房价 这对设计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那就是要在有限的空间里 满足更多的需求 比如需要更多的阳光 一个全灵全周期的社区空间 一个具有品质仪式感的生活场景等等 设计之初 我们最关注的是日照 采光要素 虽然城市在不断发展 但人们对阳光有着自己的执念 仿佛从小到大都能听到太阳 晒出来的衣服香 我们试图通过反复教合采光指标 尽可能赋予建筑大的楼间距 让阳光洒进地面 人们在家就能目逆在温暖的阳光下 比如展望洋房 四十多米的楼间距 满足阳光的同时 给予景观更大的畅想空间 后疫情时代 人们对于户外活动需求强烈 希望社区能有足够的空间 让人们长久停留 也希望在停留时 能有度假般的放松感 我们一改传统社区的行业式布局 把激发好的空间功能放在首位 打开社区中心 将中央公园植入其中 形成一个内向违和的 近万平米的超大景观公园 这超级绿飞 等于让社区沉浸在一个巨型氧巴中 既调节了居住气候 又使业主有了一个远眺的视野 打造健康的公园人居 户型产品创新中 我们以全新超前的迭代户型 百变空间 全灵成长型舒适空间 高附加值的巧妙设计 力求实现每一平米的价值 89户型 我们实现了30两厅两卫 南向三面宽 解决刚需客群的高性价比 多功能空间的核心诉求 115户型 南向3.5面宽 配置了5米4全景宽厅 加落地窗 客餐厅南北通透 独立餐厅开间 实现刚改客群舒适品质的要求 全景宽厅是在起居室功能模块中 增加0.5个开间的摆变空间 使得传统的生活场景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变化 0.5空间可以是办公学习的书房 可以是享受亲子时光的儿童活动区 可以是和朋友一起看电影打电玩的空间 摆变随你 碟拼142户型 则是南向10.2米的超大面宽 赠送超大挑空 使其不仅具有大平层的空间感受 更具内别宿的生活品质 另外 我们对户内收纳 点位 人性化细节空间 有着体系化的设计标准 比如收纳体系 作为用户最关心的使用功能 我们对其做了专项研究 疫情时代 玄关是进入家的第一道防护 玄关步入室衣帽间 我们在100平米户型中 实现了150平米户型的配置 步入换鞋 玄挂衣物 简单手销 健康归家 还有餐厨收纳 阳台加证 卧室衣帽收纳 书房及餐厅 层列收纳 卫生巾洗刷收纳等都有专项研究 满足业主超大储物功能的需求 建筑是一个时代的镜子 建筑立面是建筑风格最直接的表现形式 好的立面不仅要历久迷心 更要极具辨识度 目前高端住宅 整体呈现的是去装饰化 去风格化 在简约 纯粹的建筑形式下 通过线条 材质 细节 文化元素 营造产品调性 展望 时代公园项目 我们采用高端简洁的现代风格 大面积的IMAX窗带来很强的通透性 同时也给室内更大化的采光和视野 灰色线条与母女白色质感面碰撞 加上整体线条之美 营造出不一样的高级感 而海河六号院项目 我们则提炼了海河沿线的建筑文化 红砖风格的理念 赋予了建筑情感特征 将建筑与人的情感微妙关联 走在园区仿佛置身于 五大道的小洋楼中 充分体会海河文化底蕴 在社区景观的营造上 我们始终坚持 动静结合的设计理念 不断思考如何解决 都市车马喧嚣 与悠然静命居住需求的矛盾 希望能够带给业主 一种穿越城市 回归自然的旅程 是住在森林下 或是公园里 去秋夕 去生活 去享受 我们将动静空间的布局 进行深入推敲 把日常的灵敏活动 社区节日等高密度人群活动 排布在入口广场 并以外部商业业态融合 既活跃了商业氛围 又使场地成为一个复合型的活力广场 满足人们健康社交的需求 而园区内 则以智想 乐想 奢想为理念 外环以全灵室外活动场地 都市运动环为主线 将日常社交 漫步游园 阳光草坪 休想民思 等静态活动 与原灵景观系统结合 穿插串连 最终形成一径一动的双重归家动线 人文线索和自然线索的生活场景 在植物上 领选优质苗目 足景苗目采取全灌移植 通过丰富的五重园林景观 拉近生活与自然的距离 将公园搬到社区里 使人们在风景里生活 孩子的成长 是每个家庭最关注的事 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特点 和行为研究 精心打造了 换穿全民儿童活动需求的 景观功能空间 并贴心设置 全方位看护区 洗手池 室外饮水器 储物格 果皮箱 让孩子们享受安全 美好的童年时光 此外 园区内还布置了多处 人性化景观设计 如全区无障碍通行 人车分流 分类垃圾收集 灭轮等等 除产品设计外 我们同样注注人文配套与服务 从基础需求 人文关怀和场景营造等层面出发 构建有温度的新型社区 健康生活方式 归家大堂 为业主营造遵从的归家仪式感 给业主出入基领域的归家体验 社区会客厅则承载了温情美好的秋气 同时运动健身必不可少 健身BOX让人能够在社区就体验到健身房的专业感受 篮球场专业灯光足以沉接从早到晚的全时段篮球比赛 四点半学堂 社区书八 欢乐小剧场 共享厨房等场景 既能满足孩子探索未知的惊喜 也让家长收获宁静的休闲时光 不仅是社交生活的理想之地 更是想象思考的健康能量场 社区卫生服务站 实时关注业主的健康信息 足不出源保障健康生活 同时我们渴望打造邻里之间的温暖氛围 以烟火气息为纽带的配餐中心 传递生活的质量与温度 为老年人提供配餐 就餐服务 让忙碌的业主们 深夜回家时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 我们努力将情感和温度注入空间 在有限的空间里 营造出无限的精神灰熟感 科技连接万物 万物共生美好 我们致力于将未来带到当下 将园区空间层层解构 从周界、重点区域、建筑安全 以及户内安全四个维度 全方位守护业主安全 小区出入口、单元出入口、园区内、电梯间等重点区域配有高清、全彩、智能监控摄像头 连同电子围栏 整套系统覆盖全社区 24小时同步监控 防止外人善入 保护业主安全 园区内24个小时自动拍摄视频或拍照取证 24个小时电子寻耕 户内一键报警、随径报警、烟杆报警 确保园区内活动安全 疫情让更多人认识到园区智慧便捷生活的重要性 小区出入口设置智能快递柜 硅家大堂设置测温摄像头 自动检测体温 智慧车型、人脸识别、防尾随、防客间解锁 在提供便捷出行的同时 规避病毒接触风险 室内智能梯控、入户智能密码锁 玄关感应灯、智能小夜灯、智能电梦窗帘等科技自动化控制 使居住环境更加科技便捷、健康、舒适 中国建筑在精益建造领域是专业的 我们提炼出五房建筑质量体系和三大精细化施工细节 保障业组的健康空间 精益建造从防渗漏、防空裂、防污染、防异味、防噪音五个方面入手 以土建安装精细化、工区装修精细化、景观精细化为招 全面把控建造细节 我们坚持把传统建造工艺做到极致 在外窗防渗上我们会严苛六道防水工艺 即使在极端天气情况下也能保证窗边干爽、无积水 外墙六项施工细节 即使风吹、日晒、雨淋 墙面也不会脱落、掉色 而是历久、弥新 设备用房尽可能远离楼座 避免震动、噪音干扰 户内排水力管采用双臂螺旋中空管 减少噪音干扰 秉承降噪健康幸福家的宗旨 主打健康人居理念 从空气舒适、空气清新、水质卫生、环境安静、光照良好、健康促进 六大方面形成体系化的建筑标准 应用于项目 我们收获了许多产品类相关的重磅大奖 中介展望获得天津首个HIH全项晶级健康标识 中介中心获得力的搏金认证 多项目获得金盘奖、绿色建筑、建筑佳作等奖项 对于行业来说 产品结构会面临很大的变化 未来一定还有很多的可能性 对于我们产品人来说 我们需要了解客户需求、未来社区的需求、时代发展的需求 正如这棵由建造细节组成的健康树一样 每一片叶子都代表我们对客户需求的解读 对美好生活的理解 对健康人居不断的专严 我们始终以用户的视角建构产品 以用户的体验建筑健康 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 为每一位业主降造健康幸福佳 谢谢 感谢李总为我们带来精彩深度的分享 谢谢 我们深知一座理想建筑 满足居住需求只是基本的使命 能够承载居者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和期待 才是能够安放我们心灵的家 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倾听业主对于家的幸福心愿 我感觉呀人到老了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孩子茁壮成长 这样是最大的心声也是最大的幸福 幸福呢就是工作称心满意 身体健健康康 家庭关系和谐 在我心中呢幸福呢是一种心态 是每一个微小愿望达成的 我心中的幸福啊 其实可以用四个数字 一屋 两人 三餐 四季 平时上班在市中心嘛 其实就是那种从市中心过来之后 回到我现在居住的地方 这种生态移居整体的一个环境 带给我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每天早上起来呢通过窗户看到后边的小花园 感觉呀心情特别舒畅 嗯 我们小区内部啊 有一个老怀素一百多年了 所以呢 建设的时候啊 从内部摩到了东侧 有人呢有工作人员经常呢去护理他 现在长得知反业貌 一些安全措施呢 比如啊 什么监控啊 红外探测啊 楼空啊 所以 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让我们夜主感到特别的安心 嗯 我购买的第一套住房 商品房 就是咱们中建的 装修的过程中安装空调 然后空调师傅打眼的时候 对我说哎呀 你们的房子质量是真好 所以这种真实的体验 让我再次购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还是选择了中建的房子 这次的房子住起来更舒适了 我还喜欢养花赏花 家里有大飘窗 然后宽敞的阳台空间 别看窗子大 但是隔音效果还挺好的 关上窗基本没什么噪音 首先我们小区绿化特别好 春天一出门 鲜花盛开 然后我平时呢就爱摄影 没事拍拍照片拍拍风景 而且我还在中建组织的 业主摄影大赛中获得奖 我小区对面的就是唐谷森林公园 开春的时候景色特别优美 周末的时候我喜欢带着父母 孩子一块去里面郊游野餐 体验自然的美好 住在这里真是一种幸福城 当时买的是一个养居室 是用来做空房的 做空房嘛就得装修 但是我平时工作还比较忙 有的时候基本上 就顾不上这个装修的很多事 我赶不来的时候 物业帮我收料 然后帮我看这个进度 甚至呢有一些这个家具提前到了 他们也帮我收起来了 最后呢还给我用车 一起给我运过来 这个实际上我特别想不到 也是特别感动的一个事 去年冬天这个做核酸检测的时候 小区组织的也非常的有序 首先我考虑的一点就是中建 中建作为央企一个大的品牌 比较保障 其次呢我本身我个人来说 就很喜欢谍拼这个产品 平时没事的时候 可以约上三五好友 一起去唱聊人生 或者说一些BBQ 什么的 其实就改变了我原有的一个生活方式 使我的生活更加的一个缤纷多彩起来 物业经常组织我们呢 搞一些文体活动 再一个呢 希望组织我们去一些中建 一些项目 我们参观一下 将来呢为我们的后代呢 选华打定一些基础 是吧 也让我们增长一些知识 教自己喜欢的朋友 做自己喜欢的事 让自己的生活充满自己喜欢的元素 我希望园区之后 能有更多的健身场所 有更便利的医疗机构 同时呢我也是希望 就是我的家人呢 能够在以后的生活里面 生活品质 逐步的提升 越来越好 一家人能够 幸福温馨的生活在一起 其实我们小学 整体居民的素质都挺高的 连你之间也挺横目的 其实我最大的一个幸福心愿 也就是说 我们全家人能够幸福快乐 在这里生活下去 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幸运 有梦想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 家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在有着家文的话的 华夏文明字典里 房子就等同于家 它是我们辛苦奔波忙碌一天 最想回到的地方 它不仅承载着我们的身体 也在安放着我们的心和灵魂 那我们说房子中的每一个细节 皆是我们幸福的关键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隆重请出副总经理 侯晓杰向我们解读 天津中建地产 又一次关于幸福的温度探索 掌声有请 大家好 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这一幸福的时刻 刚才我们在视频中看到 业主们对幸福有很多美好的想法和心愿 那么中建地产的使命就是竭尽全力去守护和实现业主的幸福心愿 从听说中建地产名字的那刻起 业主就已经和中建地产建立起了幸福连接 从售钱的看房 签约 到售中的等待 收房 再到入住后的生活 中建地产始终立足用户思维 时刻关注业主的互动反馈 致力推进客户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 强化幸福链接 2022年 中建地产换新出发 全新升级幸福家全周期服务体系 为客户提供全零段全周期的幸福体验 以幸福顾问 幸福建家 幸福签约 幸福守望 幸福交付 幸福乐活 幸福木林 幸福创想 幸福安守 九大触点服务系统 全方位提升客户幸福感 升级社区生态 打造有温度 有生活 有活力的幸福社区 幸福顾问 专属置业顾问 全程陪同客户 为客户周到讲解 项目红线内外的不利因素 全透明阳光置业 全新升级线上售楼处 和直播看房平台 足部出户 遵享线上一对一置业服务 客户到访项目前 可预约车位 社群活动 儿童看户 手中咖啡等专属定制服务 每一位工作人员 提供公益工法透明展示 样板间十楼展示 示范区实景展示 以及社区配套提前展示 居住价值所见及所得 文 按季节定制的香薰系统 让客户沉浸感受三季有花 四季有景的实景园林 品 听 按照季节时令定制的饮品 精选背景音乐 二 营造温馨 舒适的置业氛围 处 在材料设备透明展示区 客户可触摸 鉴赏材料及工业质感 亲身感知精工降噪 幸福签约 签约时 幸福顾问为客户提供管家一站式签约服务 过程中及时倾听业主需求 耐心解答业主疑惑 提供专业购房咨询服务 协助业主完成手续办理 凡事必有响应 服务从一而终 各有签约预约服务 提醒签约要件 节省客户保惠时间 尽享优雅签约的尊重感 幸福守望 在业主等待交付的过程中 中间地产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 回应业主对新家的关系守望 围绕项启动 产品端开盘前 全方封顶前 交付前五个重要阶段 我们提前介入 全方位风险排查 质量检查 一户一宴 互为美好 通过发布业主家书 项目交付时 按时段精准邀远业主 有专业工程师 一对一带领培验 实现一站式交付流程 为业主提供软心交付仪式 增加趣味互动活动 安排专车接送 以真心细致的服务 让业主感受 归家的尊重感 验房时 采用移动验房系统 准确记录问题 保证记得清 看得见 交付时 注重园林景观 及小区配套的完整兑现 和实景交付 针对市内各类产品的保养 及使用说明 发放房屋保养手册 贴心给业主更多指引 业主收房后 流动专属管家 会进行回房 实现交付服务的闭环 并开通400服务热线 全方位保障业主权益 幸福乐活 中间地产加强跨界融合 与孩儿之家 中青旅 体育运动平台 农学院 政大一生科技等 多方开展战略合作 从住宅 康养 文娱等维度 在业主入住后 精心设计提供全领化社区服务 不断满足客户对幸福生活的多样需求 设置四点半课堂 书八 同梦乐园 小小业主体验营 春日游园会 自然课堂等小业主活动 为熟灵业主提供定制业主思宴 业主生日会 业主生日祝福 免费轰趴场地 智能健身仓 夜光篮球场等服务 丰富生活多样性 为老龄业主提供配餐中心 社区卫生康复中心 健康讲座 健康益诊等健康服务体系 幸福木林 专注邻里社区构建 以邻里市集 社区电影节 幸福家庭节 夜主春晚 社区义工志愿服务等 丰富的品牌活动 社区节假日活动 重构有温度 有趣味的邻里关系 成就温暖有爱 于岳木林的社区文化生活 幸福创想 对于业主的心愿和心生 中建地产开展聆听行动 调研倾听 开展入户专访 问卷调研 满意度调查等形式 关注业主切身居住体验和改善需求 邀请业主成为中建地产 共创产品设计师和幸福生活见证官 幸福安守 中建地产自有物业品牌中建物业 成立于2001年 以客户服务热心 工程维修放心 秩序维护安心 绿化养护书心 保洁服务细心 五心服务理念 为业主提供 稳固的幸福守护与保障 2021年 中海物业 战略投资中建物业后 物业服务实现升级换新 2022年 中建物业全面提升服务品质 聚焦六个换新行动 五个专项提升 四季活动 四个暖心计划 三个服务要点的65443关键动作 形成贯穿全年的关键动作菜单 不断提升服务品质及客户满意度 幸福家全周期服务体系的更迭换新 是中建地产向细向山的落实与践行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从打造标杆品质的高度 到营构健康空间的厚度 再到降助幸福生活的浓度 在持续观察城市家庭服务需求的同时 积极探索各种升级的可能 与时代与社会共同进步 而这些努力和专注 都是为了以家社区为幸福生活的容器 回归幸福居住的生活诉求 让幸福持续生长 同时为了广大业主媒体 及社会各界朋友更便捷更全面的了解我们 我们全新开通了品牌客服官方微信 天津中建地产幸福家 播报中建地产品牌资讯 项目信息和服务动态 持续传递幸福生活 欢迎大家扫码关注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感谢侯总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从打造移居环境到以人为本到弹性关怀 天津中建地产无疑让我们的幸福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 通过以上嘉宾的分享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天津中建地产的全权降薪 以及为千家万户创造健康幸福生活的情怀 今日发布会盛典我们即将隆重发布 《降噪健康幸福家》的品牌主张 接下来我们将隆重请出赵部长和天津中建地产的各位领导共同登台完成启动仪式掌声有请 好 那么我们请左边的领导将左手放在我们的触摸屏 右边的领导右手放在触摸屏 身体45度面向的领导共同登台 向前方的观众以及收看直播的朋友 当然在这样一个隆重的时刻 我希望大家能够用你们的热情和我共同来倒计 十 三 二 一 启动 好 请各位领导回到舞台中间的位置 天津中建地产《降噪健康幸福家》正式发布 好 请各位领导何以留念留下精彩的瞬间 伴随着《降噪健康幸福家》品牌主张的发布 让我们在这里也共同祝愿 天津中建地产既往开来再续传奇 好 谢谢 感谢我们的各位领导 请各位回到我们的贵宾喜乐座 谢谢 2022年天津中建地产正不入一个属于自己伟大的时代 持续的产品创新旨在满足不断增长的生活需求 五大产品系六盘奇灰药它创造的每一座建筑 皆是这座城市美好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不仅是对天津这座城市的热爱 也是一份当仁不让的社会责任 我们从关注居住到关注精神领域 以超前理念引流人居潮流 让我们共同见证三大作品的闪耀亮相 193年10月1日 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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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5月1日 2013日 2013日 9月1日 2014日 6月1日 2013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选择 把您接下来五年十年甚至更久的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 寄予在了我们中间地产公司 也寄予在了我们所开发的一个又一个项目上 那这让我们感觉非常的荣幸 同时呢也觉得重任在肩 带着这样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我们是深耕添金 我们不断的经验产品 迭代升级 换新再出发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最新的三大低作 一个是守住国展西 我们的中间展望 还有在落海河畔 我们的中间海河六号站项目 以及我们进军武卿 直笔雍阳城的 我们中间时代公园项目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中间展望这个项目 中间展望 时代热土国展西 与天津共展望 展望顾名思义呢 是展开梦想 充满希望 这个项目也是我们地产公司董事长 带领我们的所有开发团队 倾注了诸多的心血 所打造的一个国展西的开篇之作 于中间而言 展望不仅仅是自我的置存高原 更是对于城市和未来的全方位思考 那么也是在这个项目上呢 我们第一次把我们的五个建造体系 16项核心基础 以及208项建筑细节 得到了应用和落地 并且在实践中 我们得到了广大客户和业主的绝对好评 那么也再一次树立了 我们中间地产公司在整个行业内的一个建筑典范和标杆效应 那说到国展呢 大家都有所了解 它是由国家商务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来共同投资建设的 是继广州上海之后的第三个国家级会展中心 那么如果拿梅江会展中心来做类比的话 它相当于梅江会展中心一期和二期总面积的三倍以上 可以说它的站位之高 规格之高难以复制 我们也坚信 未来的国展西 必将是下一个极具国际化视野的潮流所向 豪宅所居 也必将是超越梅江的又一个重量级的存在 那作为国展西呢 它拥有着非常丰盛的生活配套 可以说雪铁商衣 样样硬核 我们可以看周边有国展大道 天津大道 还有我们的外华线以及快速路 那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地铁一号线 地铁一号线呢 全长24公里 贯穿了天津的六个城区 与九条地铁线路都有接驳 可以说迅速的能够到达我们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 那么也是绝对的天津城市的交通主动脉 那么周边呢 我们还有五分钟可以驱车来到我们北方最大的勇望商圈 以及胸科医院 环湖医院和海科医院 都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在项目周边200米范围内 我们拥有非常优质的教育资源 天津市首批师范幼儿园和西医幼 还有天津市重点小学 十大二福小 以及天津市市务所重点中学之一的天津实验中学 我们说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当属是一路名校的守护 基于国展时代热土之上 我们怀揣着对城市未来的期许 我们以1.6的第一种几率 打造了40米宽超大楼原距 8到11层洋房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低密的社区 那在项目开发之初呢 我们秉承着眼见为实 所见其所得的这样一个开发理念 我们把社区近5000平米的这样一个MVP 运动主地公园 做了一个实景的呈现 里边我们有标准的夜光的篮球场 还有我们的社区配战中心 我们的社区康复中心 包括我们的说楼处 也做了实景的呈现 也是我们配套的一部分 那么里边呢 也会有我们的阶梯书挖 还有我们的开放式的共享厨房 可以说满足我们业主 未来进驻以后 多种丰富的生活想象 那么眼见为实所见其所得的 不仅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我们近5000平米的MVP的主地公园 我们还有已经打造的 眼见为实的我们的社区大堂 还有我们的楼宇珠湖大堂 包括我们在地下室的空间 也做了规划和设计 实现了三重的归家里区空间 那么在去年呢 我们项目开盘以后 仅用了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我们实现了主体结构的封顶 同时工地开放日也做了开放 在当天呢 我们也邀请了媒体朋友们 历临现场做了参观和指导 那么九个石楼样板 包括我们工艺工法的展示 让您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 可以拥有非常确定的 职业安全感 也见证了我们中建速度 和大观央起的实力 项目主力在手的户型呢 是我们89和98平米 其实刚才呢 我们的同事也有讲过 那值得一提的 我们这个89平米 其实是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和心血 去研究出来的一个经典户型 那么大面宽 短近身 89平米 我们可以做到三居双位 而且三开肩朝南 我们在入口的地方呢 做了一个卫生间的设计 在我们这个专业的描绘来讲 叫次进一区 它实现了我们业主归家以后 室内和室外的这种屋尘的切换 同时呢 如果 可以看 如果我们把这个主归一侧 加一道门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拥有一个独立的主归室 独立的书房 以及独立的衣帽间和卫生间的 豪华主归套房的设计 可以说小空间 但是大有可为 112平米 136平米 还有两种户型 我们把它定义为 全景框木 全景 框木 这样的一个典藏的宽底 那么这个户型呢 我们是采用了目前 整个市场比较流行的一种 宽厅的设计 开间我们可以达到5米6和6米 那么整体是动静分区 有个合理的规划 同时呢 入口的玄关也彰显了 我们的仪式感 和贵家的一个私密性 那么基于我们的开发理念 提前兑现 以及我们的建筑细节 和我们的户型的深度经验 在去年我们也斩获了多项荣誉 大家所看到的 我们在去年那种获了 天津首个国家级 全项金级HIH 健康标识住宅项目 入围了国家级广沙奖 以及金盘网 最佳主力户型空间奖 和二星级绿色建筑 设计标识认证 那么在今年呢 我们也是携手京东 举办了京东百亿补贴 会购低米洋房的活动 一万抵八万 两万抵十五万 大家在屏幕上所看到的 都是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 我们赠送给客户的打包的礼品 可以说实现了全无精装 家具家电大礼包 拎包入住 一步到位 2022我们来国展 看展望 与时代共进 与理想同行 那要分享的第二个项目呢 是我们的中建海河六号院 打造的是国展之上的 海河畔红砖院树 那么这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城市 对于天津 对于海河 对于文化的一种传承和理解 在去年的9月份 图拍市场上 我们再次展乐一子 和展望一起 形成了双盘 闪耀金南的这样一个战略格局 展望时代 续波美好 那么同于展望 都位于国展西区 拥有了非常丰盛的配套 和优渥的教育资源 但是不同于展望的是 项目步行五分钟 即可以到达我们的海河河岸线 而且是区域内 目前在售的唯一一个 拥有双合景景观资源的社区 那众所周知 天津是因水而兴 以水闻名 一条海河贯穿整个天津 百年来不断地滋养 和寓意着这座城市 那么居住在中建海河六号院 不仅体现了我们临水而居的 这样一个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 同时也满足了我们天津人 对于海河的这种独有的情节 经典永不落幕 韵味历久尼间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沿着五大道 一路走来 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精致 而又古朴的红砖建筑 那么应接不暇的 器柱的细节 传达出了强烈的天津历史 和人文情感 我们所熟知的仙东大院 包括徐世昌旧居 还有张学明旧居等等 这样的建筑外立面 没有太多过度的修饰 但是却温润着岁月的一个痕迹 那么我们中建海河六号院 也是传承了五大道的一个历史 人文和建筑风格 我们打造了红砖树苑 以此来重温天津海河畔的洋房文化 同时我们对于海河两岸 所在售的项目 做了一个统计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产品稀缺价格稳定 主力的数价区间 在三万六到五万六之间 可以说未来我们项目的 居住的舒适度 产品的稀缺性 以及未来的保值增值 都是有了一个很有力的支撑 同样是1.6的低容积率 拥有双河井的一个景观资源 那么我们打造的是 高低错落的新金派洋房 与我们的红砖院树 珍西436席 这张照片是我们的社区 主出入口的一个位置 打造的是城市会客厅的 这样一个概念 既有城市会客的功能 同时也融入了 归家的礼仪和归制 包括我们的下镇庭院 也还有一些打造了 儿童西系娱乐的空间 归家大堂 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 红砖楼空的博物馆风格 把历史和人文 融入到了我们 归家的礼序当中 穿过我们的社区大堂 我们时机而下 即到达了我们这样一个 儿童艺术游乐区 这样一个非常有创造性 而且丰富的一个空间 可以满足我们孩子们 和朋友们 伙伴们之间玩耍的 一个快乐的天地 中间海河六号院 我们以270度的转角飘窗 和客厅全落地窗 这样一个组合 可以说这样的组合 在目前国展期 是非常少见的 那么做到了三面朝南 户路看景 我们打造烛光而行 无界的视野 金牌洋房 我们的主力户型遍积是 96平米到116平米 一共是三种户型 那么这个户型呢 其实也是传承了我们对于展望的 一些优良的设计 全部都是这样的一个 大开间短进身 参客厅 一体化的一个超大生活场景 包括我们客厅全落地窗 还有刚才所提到的 我们这个是270度 转角飘窗的一个设计 可以将室外的景观和阳光 更好地拥入到我们室内当中来 还有就是我们北侧的阳台 其实做了一个更好的功能的拓展和丰富 124平米到148平米的红砖变数 有天有地的藏品别院 那这个产品呢 其实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和大家具体地分享一下 那么这个户型 我们其实屏蔽了 以往连排和低拼 只有6到7米的这样一个小面宽的设计 而是做到了南向超过10米的面宽 不仅能够拥有城市大平层 6.8米这样一个宽厅的生活感受 同时也预留了南向的一个老人房的设计 包括我们的中西双厨 院落客厅 包括室外草坪 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休闲娱乐空间 可以满足我们不同的家庭成员的生活需求 那么一层我们做了一个挑空 如果将一层挑空 我们做一个风格的话 整个这个户型可以多出30平米左右的面积 那么就形成了 大家所看到二层的一个户内的格局 是一个豪华主卧 主卧室是拥有着6.8米的一个开间 有足够的舒适度和生活的想象 而且我们在二层上楼梯的这个空间呢 其实可以做一个小的家庭厅来打造 124平米的一个上叠 那么它和下叠是一样的 拥有6.8米的宽厅 一层拥有独立的这样一个老人房的设计 那么我们的立面啊 做了一个退台的处理 所以说在我们上叠的二层 可以看到我们有一间 我们有一个可以和室外空间相交流的 一个露台的一个情趣的空间 包括客厅呢也是调空 如果作为分隔的话 同样会有30平米的 左右的一个赠送 那么我们的下叠啊 要普通说一下 我们下叠其实还有个地压室 有一些阳光的透入 那么面积大概在70平米左右 也就是说我们下叠 你买到的是148 但实际上使用的面积 达到了248平米 如果我们算一笔经济账 您在市区当中买一套 60到70左右的高层住宅的话 大概总价应该在400万左右 那么在这个地方 您可以买到我们国展西 低密度的红砖院树 可以说市里市外优数优价 不见身家只见家 项目呢即将在5月绽放 5月下旬 我们的收入处和样板间 即将会实景腾线 刚刚给大家展示的 我们社区的主出入口的位置 即将是我们的收入处 也会有实际的一个改善 和感受 第三个要和大家介绍的项目 是我们的中建时代公园 起笔一个时代的新章 那么回到我们的项目上来讲 时代 其实我们是有三个维度的理解的 在2月份 也就是年初 我们在五星项目 临收进驻的时候 其实也和我们的媒体朋友 分享过 对时代呢 我们是有三个维度的理解 第一呢是经济计一体化 和经济计 其中发展这一个战略背景下 我们踏在了时代发展的脉搏上 第二呢是在这样的一个 发展战略的基础上 那么整个五星 其实也迎来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机遇 随着社会的一个发展 和观念的变化 那么所迭代升级 产生出的居住需求的变化 可以说我们迎来了 新的人居时代 基于对时代的理解 和这样一个背景的理解 我们打造了中建时代公园 这样一个项目 那说到公园呢 大家首先能够想到的 就是绿色健康自然 等等一切和美好 所相关的字眼 那么我们不仅仅是介绍了 周边七百亩 我们的一个中央湖公园 同时在我们社区内部 也打造了大开大合的 这样一个集中景观 近一万平米 我们拥有中央园林景观 这个规制 其实在整个业内 房地产项目开发当中 都是极其少见的 我们把国外的这种 开放式的生活方式 搬进了社区 让公园式的美好 遍布了您的每一个生活的细节 项目呢 位于五星的商务区 也是整个五星 一路相继发展的 一个核心板块 在这个地方 拥有非常好的一个市政配套 和市场的一个 和一个市政的展示面 那么可以看到 京湖高速 还有京津堂 还有京津 以及京津的城西高铁 可以实践双城的一个 便捷的切换 西侧呢 紧邻着中央湖公园 那么我们驱车五分钟 还可以到达七万平米 意识风情的 佛罗伦萨小镇 以及大型的商业配套 万达广场 那么还有呢 项目一路之隔 既是我们的阳村一中 建校七十年历史悠久 而且目前呢 在天津排名第三 本科的上限率是99.7% 一本的上限率 达到了94.6% 可以说 居住在中建时代公园 让我们的孩子 可以一路伴随着 朗朗的读书生 和纸末书香 茁壮成长 项目呢 也是1.6的容积率 我们打造了89平米 到150平米 全三居的这样一个 低密洋房社区 那么央企 京工 现代美学 光木扩井 以及低密森居 是对我们这个项目的 最好的表达 也是关键词的一个阐述 这张照片 是我们的社区前广场 那么也将在 明天正式对外开放的时候 实景呈现 非常开阔的前广场 那么无际的视野 也代表了我们业主 高阶人士 心静地开阔 并且为后期业主 搞一些丰富的 这样的社区活动 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这张照片呢 是我们的酒店式大堂 需要跟各位隆重地介绍一下 那么200米 非常通透的一个空间 我们8米6的挑空设计 全石材的铺装 包括天原地方的一个设计 而且自我们的穹顶 飘然而下 宛伦星河的一个水晶吊灯 可以说自步入既非凡 整个天津市 我们能做到这样的一个规制的 应该是首例 我们也曾对标过 一线的城市的一些豪宅项目 可以说也毫不逊色 那么超五星级的这样一个规制 其实可以让我们业主 充分地感受到 贵家的礼仪和尊贵感 那么穿过我们的设计大堂 可以来到我们的秋山蝶铺 可以看到我们有 廊架 秋山 还有蝶水 包括洪峰 所打造的这样一个迹象的景观 编造了尊宠的礼仇归家和生活感受 刚才也有讲过 我们这个搜区呢 打造了近万平的一个中央公园的概念 那么舒朗的草坪和开阔的这样一个视野 在成年人眼中 它不仅仅是阳光草地 还有蓝天风雨 那对于孩子来讲 它更是他们眼中的星辰大海 在历面风格上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也是现代美学 IMAX这种光幕的一个设计 那这个设计风格 其实也是研究了 一线城市的一个建筑风格的方向 风向标 在上次也其实和大家分享过 那么在北京呢 去年有三个新项目开盘 是和声的曼云 还有金帽的东三金帽府 还有世贸天狱 都在三环附近 价格在十万家以上 全部是类似这样的一个 现代的风格 可以说我们所对标的是一线城市 我们所给武清呈现的 也是标杆的产品 土地在座的户型呢 是89和95平米 那这两个户型呢 也是传承和优化了 并且选取了我们展望和海河六号院 最为经典的两个户型 115平米到150平米 刚刚有讲过哈 那这个项目全部都是三居起 那在115平米和150平米当中呢 这三个户型也全部都是宽厅的设计 最大的宽厅 我们可以达到7米 而且呢 我们入户有这种非常好的一个玄关 那么保证我们入户的私密和礼仪感 包括我们的豪华主卧套房的设计 还有预留的大空间 大尺度的餐厅 至少可以摆到6人的一个圆形的餐桌 满足了我们这个武清人民 好客和生活品质的高要求 高标准 那么中建时代公园呢 也一样一直秉承着我们所建 及所得的这样一个开发理念 我们将在今年的五一 也就是明天正式对外开放 刚刚所讲到的我们社区的前广场 我们8米6的挑空的社区大堂 包括我们近万平米当中 选取了3000平米的实景景观 即将在明天正式的绽放 也撑邀诸位领导 还有合作伙伴 以及我们的媒体朋友 能够再次历临现场 品鉴参观 并且选到新意的房子 那么中建地产将和您一起 把握时代的脉搏 展望美好人居的未来 谢谢大家 好谢谢 感谢董总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相信各位听了董总的分享 对我们的三大新生作品 给了全方位和深层次的了解 时代风潮 趁势而至产品时代已然到来 品质人居 远见未来大势 作为国将央请 天津中建地产在行业变局中 逆势而上 深刻变革 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抗市场的不确定性 举起降噪健康幸福家的大旗 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求 也是防止前瞻性洞悉需求变化 主动契合和引领市场的内在驱动 黑铁时代之下 如何以品质突围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将有请独楼主编胡经纬先生 知行互动互动TV总经理鲁兆明先生 天津中建地产董事长陈济东先生 太康箭头投资中心华北区总经理魏兴权先生 以及中海地产天津公司助理总经理王爷先生 共同登台为我们带来共化未来 掌声有请各位 那么在论坛的环节呢 我们将有限请到我们的胡经纬先生 担任我们的嘉宾主持 来有请胡老师 好 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有点饿了 所以我们在今天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 跟大家聊点解饱的话题 今天特别高兴 能够如此近距离地和各位一起聊一聊 我们依然热爱 依旧为之拼命奋斗的房地产行业 刚刚我们在前面的几个环节 听到了几个领导讲了我们中建 对我们无论是江青建筑 还是我们对于健康空间的设计 包括对于我们未来生 业主生活幸福生活服务的一些提升 可能很多人听了之后会觉得 好像很多企业也都在做这方面的服务 但其实我们仔细听 仔细去做分析的话 会发现中建在这几个维度的调整变化 是基于当下巨变的房地产时代 以及客户需求的一些变化 那这些调整优化或者说是转变的话 恰恰是基于当下的一个特殊的时期 或者说是我们房地产行业 正在发生了一场变革性的调整 可能我们在今天再去聊房地产的时候 和过去30年的房地产市场的一种发展变化 或者说是这种在宏观调控政策下的一种周期性变化 跟他企业做出的调整是有很大不同的 因为可能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认知 就是接下来或者当下的房地产市场 已经真正的告别了过去 无论说是叫高周转 还是说用杠杆去推动这种规模化发展的 这种市场环境或者市场时代了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告别过去的房地产时代 走进现在 到底应该去怎么形容或定义当下的楼市 以及未来的楼市 我想可能这是我们很多人比较困惑的 今天我们台上的几位 可以说都是身经百战的地产人了 对楼市肯定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判断 所以接下来的话就和大家一起聊聊 关于当下房地产市场 到底是一个什么时代 还是按照惯例吧 而且卢老师和其他几位的身份不一样 作为一个媒体代表 对于城市的发展 对于行业的观察 可能有自己的一些认知 所以我想问卢老师 您如何看待当下的房地产市场 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大家这几年呢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 叫百年未遇之大悲剧 百年未遇之大悲剧 我们在太多的时候 可能说我们过患了幸福日 而幸福日的包括是平淡 因此从改革从我们的走势 它是有了之后 走到今天我们一转眼下面 我们快经过了接近三十年 差不多三十年的历史 而在近几年 我们遭遇到了市场的调整 那这市场调整是什么 我们往往说 可能是在我们改革的调整过程中 我们也有这样和那样的难处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到 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中去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正是处于百年未遇之大悲剧之中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从整个行业角度来讲 在发展二十五六年到接近三十年 左右这个时间内 实际上这五年我们经历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经历的是一场高考 你知道大家知道高考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 或者每一个孩子 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重要性是在大家都有一个快乐健康的童年 在茁壮成长的时候 当我们要面临着 你未来要经历到考大学 于是你要努力 骗过三年四年 而经过那一顿考试 到发展的时候 从此 人生就开始走向分差点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 我认为大家看是这样的 不错 我认为2022年 或者说我对付我们现在吧 我觉得这样已经是高考的发榜时期了 高考的发榜时期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实际上我们的一些激励楼市的政策 已经在路上 或者说他已经在门口了 而当他这些政策来了之后 我们在母头回复过去的这五年 它是什么的变化 它的变化就是有一些上了清华北大 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错过了这一次人生机会 以后再无回头之路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房企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五年呢 带给我们今天 我认为是整个行业的一场历练 也是一场必然 如果说还是像以前那样 大家都可以闭脸饭 闷着头走路 我觉得这个对行业整体行业是不利的 而今天到现在 我们那一些能够继续地叫做拙壮成长 甚至在坚定前行的企业 他们恰恰是我们今天所要创造的 我们都知道近五年啊 咱们天津的楼市每年差不多是一千二百万方左右 多得到一千五 正常年差不多一千二百一千四 但是我们经过这一轮的淘汰 我们发现楼市上的可能房地产商已经少了一半 它对于我们既能够继续发展 脚踏实力发展 而且练过内容的讲座品的住宅 迎来的就是机会 所以危机危机 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的形势 我觉得就是高考发榜的事情 谢谢卢老师 用高考发榜的时间来去形容当下的楼市 可能有些企业经历了高考 过了独木桥 甚至取得了好的成绩 有些人可能就掉进了河里 像那些暴雷的企业 那刚刚卢老师呢 是站在一个媒体人第三方的一个观察的视角 谈了他对当下楼市的一个看法 那接下来呢 我想问一下王爷王总 王总的话 可能今天我们厂下做了很多的媒体啊 王总是特别喜欢和媒体人去聊市场 甚至也愿意表达自己对市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所以刚刚卢老师形容的是高考时代的 高考发榜的一个楼市 那您如何看待当下的房间市场 首先啊 这个请代表个人观点啊 首先那个特别赞同卢老师的这个观点 这个叫这个高考 可能后边可能还会过独木桥 是这样 就是刚才我们这个董总啊 刚才讲我们的阳春一中 其实阳春一中很厉害 大概1200人报名高考 过600分的大家可以猜一猜 可能这个我就直接公布答案 大概有800多人过600分 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么呢 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呢 可能也之前呢很顺利的找到工作 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 有很多人已经找不到工作了 然后呢 考研 大概成功率呢是4比1 考研之后还会面临着找不到工作的这种状况 然后呢 考工员大概是60比1 这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 叫这个后面 越往后 越难 那么基本上都是这个叫 叫这个 叫拔家的这些人 才能够得以很好的这个生存 那么其实房地产公司也是一样 那么这个引用于一个 这个前段时间 那个黄祈凡 我们也来到黄市长的一个结论 他预测呢 中国房地产市场 会有90%的公司会死掉 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个人呢 也相对来说比较认同 那么呢 我们把话题转回到说 我个人对于 今天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看法 那么呢 我想说几点 第一点 中国房地产市场 去年18万亿的一个规模 那么呢 去年我们的GDP呢 应该是6.8 这个可能不准啊 然后这个 叫今年我们认为 中国房地产市场会有下滑 但是我们觉得呢 大概在16到17万亿 下滑呢 基本上是在10% 最多不会超过20% 这样的一个幅度 但是我们知道 一季度 我们基本上 全国100个重点城市 下滑了40%多 我们全国所有的城市 大概下滑了18% 大概20%这样的一个数 那我们认为要想 把经济5.5的这个指标 我们可以看到 中央政治局昨天刚开会 说一定要保证5.5的指标 那我们一季度4.8 现在面临着上海 封城一个月 影响全国2%的GDP 然后这北京紧接着 预计这一个月 估计也不会太好 这一种状态 整个一线城市 对国家的经济的拖累 那怎么办 昨天这个国家也在喊话 叫这个 叫合理引导 以前呢 我们叫住建部 央行 甚至国务院的副总理 出来喊话 那种喊话形式呢 告诉你 说你可以放松 你可以出刺激性的政策 我不管你 是这样的一个表态 但是昨天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开会之后 就告诉你 你干也得干 不干也得干 经济必须是5.5 对必须保住 那么怎么办 对吧 当然各个城市 有各个城市的尺度 所以说我们认为 中国房地产 支撑中国房地产经济 当然我们不是以房地产 刺激中国房地产经济 但是呢 中国经济也是需要稳定的 那么就是需要中国房地产 来稳定中国经济 这句话我觉得是没错的 而且呢 也再次定义了 房住不炒 这样的一个概念 叫健康平稳的发展 所以说我们认为 全国的这种下滑 会是小幅的 那么危机都下幅的比较大 那么后面一定会补回来 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叫天津 刚才罗老师讲的 我们每年大概有1200万 到1300万的需求 2000亿的规模 其实天津的整体需求 是会在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好了 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 天津的房地产市场不好了 为什么 因为全国房地产市场的行业的 这个公司大概有 大概有9万家 比如说天津房地产公司 那么基本上 我们在售的项目就有500多个 因为它竞争非常之激烈 那么呢 在我们的这个 每个人飞食的蛋糕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 90%的开发商会死 那么市场容量又相对来说 需求会相对稳定 小幅降幅 那会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剩下的10%的房地产开发商 将吃掉我们原来 80%到90%的市场份额 那么这个就是说 我们刚才刘老师 特别赞同刘老师一点 就是说我们在高考也好 还是过独木桥也好 这个剩下来的开发商 那一定是这个行业 最优秀的这种生存者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观点 那么第三个观点 在这种市场环境下 什么样的开发商能够生存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很重要 那么第一个就是你要足够的有钱 你要足够的有这个基础 那么为什么说我们国企央企 现在这个在这个现金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好 这是为什么 因为并不是说因为他是国企央企他的有钱 因为他严肃他的投资纪律 在整个高周转的这个时代过去之后 其他开发商拿十块钱借九十块钱 开发一百块钱的生意赚十块钱 他的净资产收益率是百分之百 因为拿十块钱赚十块钱 现在他拿十块钱借九十块钱 他赔了十块钱 他的净资产收益率是负百分之百 而且他还面临着他九十块钱还不上的这种状况 所以说会变卖资产这种状况 但是呢这个国企央企一直在守护这个这个国有资产 没有激进对吧 我们所有的 而且其实以前的高周转开发商 他是他靠自己的规模 让自己的股票在资本市场涨得非常好 那么呢这个开发商的老板 他自己的股权会水涨存高 所以说他公司赚不赚钱无所谓 但是呢他在资本市场赚的钱 已经足够的这个盆满钩满 那么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这个不仅是他不赚钱 然后他还还不起钱 他还借不到钱 而且他的股票是叫断崖式下跌 我们现在看到的开发商已经几毛钱了 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第三个观点 就是接下来活下来的 就是还是要自律者 对吧 就是我们其实人也是讲的自律 那么最后一个我讲到能活下来的就是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也 我很认真的看了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 中间地产在天津的这个发展历程 包括对于产品的追求 包括我们刚才三个项目的推荐 其实我是特别特别认同我们中间地产的观点 特别认同陈总 在现在目前这个着力于打造这种高品质 高质量 然后这个尤其是强调了健康这样的一个住宅 我认为呢 现在目前的客户 因为我们有十几个项目 我们现在的目前的趋势呢 就是什么样的状态 刚需反正越来越少 改善越来越多 对高品质的越来越多 大户型卖的相对来说越来越好 然后呢就是产品品质高 虽然价格高 它卖的也会越来越好 反倒是降价的项目 卖的不怎么样 基本上这是我们 我对天津整个市场的这个 这个这个几个简单的判断吧 当然不太准确 这个一会儿呢 我们这个请陈总 给我们做这个 我们这个中间地产的这个核心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策略 反正至少我是极其认同 我们中间地产 认同陈总目前在着力打造的 也听说陈总对产品非常的极致的这种追求 要求非常之阳格 然后欺利欺为的 在做很多的这种 这种好项目 其实这几个项目呢 中间两万我是去学习过 然后六号二呢 马上开 包括中间时代明天开 我也会去 一样会去学习 刚才反正看了这个我们的推荐 非常好 非常震撼 谢谢 好 谢谢这个王总 其实无论说是最好的时代 还是最好的最坏的时代 我想只要这个时代在 然后我们的房地产行业 具有它的生存秩序和生存法则 就像刚才王总在提到的 房地产行业 虽然可能我们不提它是经济支柱 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它依然还具有压仓石的作用 所以呢 我们也看到 中间在面对这样的 不确定的 或者说更复杂的时代背景下 在做着自己可以确定的一些事情 我们刚刚听到了 无论说我们的匠心传承 我们对于健康空间 对于幸福生活等等 这一系列的优化 转变和转型 都是中间基于当下这个时代 做出的调整 所以呢 刚刚呢我们听了 王总和卢尔士 对于行业的一个判断 接下来呢就想听听陈总 我们中间为何做这样的转型升级 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 房地产的时代背景 好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 今天罗老师和刚才王总的分享 其实刚才王总是太谦虚了 中海应该大家也知道 是我们中国建筑的房地产的品牌之一 那我们中间地产的是小兄弟 是中海的 对一家 中海也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三个词 第一个是赛道 第二个是变革 第三个是融合 应该从前面两位 专家老师的分享 都大家能感受到 其实房地产 我也举一个例子 以前是汽车拉力赛 看的不是驾驶人员的肌肉和腿和力量 还有它的血液 是看汽车发动机和轮子 汽车的发动机我把比喻成资本 杠杆 那么其实今天我觉得大多数 我们的高速发展高杠篮企业 它就是有充足的汽油 对吧 利用市场上的这种 房地产高速发展的这种高峰期 或者是资本市场的这种红利时代 那么我们认为之前的这个赛道改变了 那么我们低杠杆的企业 或者是凭自己产品力 对吧 内在的这种 像我们企业呢 应该说 刚才有个主题词 其实是比较内敛的 当然我们规模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们25年没变就是降薪 中国建筑金工住家的品质 是容易DNA的 它是军工企业出身的 都有良好的这种背景 又有我们香港和外资标准化的管理 就是刚才我们中海王总说了 其实中建的投资体系 它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投资建筑集团 它的投资体系的管控 我今天个人观点肯定是最严的 我们拿一块地的标准 包括杠板 很少让用 我可以给大家说 今天我们做了这么多项目 贷款余额肯定到不了10亿 我现在可能还是银行 要求我们放一点 对 我们没用杠板 都是百分之百 其实我们这么多年 没有到前二十 没有到前三十 但是我们一直在建筑房练肌肉练内功 刚才我们同事分享的内容 不是被一两天一蹴而就的 是我们历代团队班子 我们历代的工程师 积累积淀的财富 这一点我觉得 那么退去资本红利和土地红利的时候 现在我觉得赛道变成什么了 变成马拉松了 大家裁判员说了 把汽车用一边去 不许用杠子 停下来 好多人 其实你看 这个开F1的 它根本就上不了赛场了 不会走 不会跑了 我觉得这是我的体会 那么恰恰在这时候 我认为是重新改变规则的时代 那么我们就近两年 一直在做个建造 降薪 包括我们要打造成本可控下的产品力 光有产品力 那我们也有一些标本企业 有情怀 对吧 我们的 对对对 某某某某率 还有等等 它的品质不错 但是它也倒下了 因为它成本没有优势 一味地在产品上做平衡不了成本 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我要说的这种变革 就是来源于我们对以前的所有的问题 我们喜欢我们公司内部喜欢用的是凤凰涅槃 破釜沉重 因为我们两年前就知道总有这一天要死的 我们死之前一定要把我们的毛烧掉一层 这种革命要革自己的命 是吧 要扒一层皮是痛苦的 包括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论坛和朋友们交流 和媒体们报告和我们的业主共享我们的匠心 接受他们的监督 但是我们其中一个我自己感觉最大的目的 还是让我们三百多名员工充分认知这种变革的必要性 变革的大家的这个方向要百分之百一致 这种降薪的支撑对产品的支撑对我们每一个细节 我们户型是精确到毫米的 刚才大家看到 其实大家可以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个产品 那么我们现在去精装 我们精装我们的保障房的精装 其实是做三次样板演过 那么在我们拿地之后 就要在样板上做一次精装样板 这时候要结合采购的材料定成本 然后支撑招标 招标之前我们再做一次样板 招标之后三个标段 每家做两个样板间 要锁定它的材料 然后和实工工艺和细节 就是你跟你的标杆不一样 我就会砸掉 就这些我觉得我们刚才李花经理说的 其实我们做的都是最简单正确的事情 包括我们对监理 包括我们对所有施工工艺 六层施工法的草坪 原来大家知道 那换土沙子就扑了 包括我们的管道要垫沙的 就不垫了 那我们这个造价里 我就一定要实施 我觉得都是做最简单的事 也就是说匠心我觉得来源于 有一个例子就是日本 对吧 有扎篱笆的四代传承 对吧 我们的年华湾 包括我们现在一些开发商扎竹篱笆 都要去日本请匠 因为他们四代只扎好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中国建筑 对吧 包括我们中海一脉同源 我们就是要盖房子的这个事情上 做到极致 但是刚才又提到建筑是生冷的 简单地盖个房子 如何转化成对人 居住者使用者 人性的关注 对吧 我们才有 对吧 这个建筑才有生命力 才能是全灵地和我们业主 共同生长的社区 那么在这一点上 我们力图在阳光 空气 水 那我们住房子干什么 结合后疫情时代 其实一定是健康 健康是什么 保证我们的幸福 幸福还需要什么 我们能提供什么 所以我们是拉通的 这一点上我觉得变革 对于我们大家所有的题目 对吧 刚才我觉得 这个卢老师包括王总也说了 高考题目 大家是一样的 给你出完了 你必须做到 我们今天 包括两年前 十年前 我们是赌对了题目 我们知道它会做什么 所以我们未敢停下健身的角度 我们开着下力 但是我一直在健身 对吧 当我扔下车的时候 我可能要反超 这是今天我说的变革 另外一个融合 我今天为什么说融合 我认为没有一家企业 不是向大家 向朋友上下游学习的 你比如说我们和中海 我们中海最大的优势 今天我也可以说 是官方的 我们中海的每年的销售额是万科的一半 它的利率是万科的一倍 也就是说它的盈利能是万科的单元的四倍 对吧 它的优势在融资成本 在它的成本大控力 所以说我们第一时间 是和中海的领潮的采购平台 前进了战略协议 大家刚才也看到 我们拉通了我们的承担 与巨人的用户 那么我们自己目前 涉及到成本每一个敏感点 我们都在分析 如果是景观的 我们穿斗式 去这个 原来说我们说照必超就可以了 因为那时候赚钱啊 大家粗放 现在必须做脑CT 精准失智 对吧 苗木目前我们就要查苗木 找到林间地头 对吧 我们大概的苗木 你比如说我们A6的景观的七棵松树 这个给的报价是70万 现在我们达到同样的标准 我们能控制在15万 这七棵树 包括雨等等一些细节 我们在原来的一些项目上 树盘也做了很多 那么这个融合我觉得就是要学习 中海物业和我们中业 是切实的股权合作 我们和新海物联 我们和政大集团 国药集团 包括我们的泰康集团 都在做所有的养老文旅的融合 包括和李永国体育平台 我们在做一些合作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 这个其他的文旅 比如说中心里之间的资源搭接 还有智能化 我们和海尔 我们的上下有终端 都在做实质的深入的合作 另外一个可能我们对主裁的门窗 等大店的采购 在极端采购这种上 我们可能还要参股一些厂商 直接的跨越之间上 淘宝最大的价值就是跨越之间上 让大家的信息绝对对称 所以说这一点上我觉得 以后的房地产商 慢慢的其实都是去房地产化 大家看好多企业 它已经不带地产了 那么以后我相信 可能我们和泰康和中海 尤其我们医疗医院 我们都在介入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 完全的融合的 未来的一种多方位 全角度互相融合 互相依赖 互相支撑的一个融合体系 那么今天摆在我面前的就是 你有多大的心胸 你有多开放的心怀 尤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真的你变了 我觉得我和大家共勉 就是我们一定要突破自我 拥抱变革 谢谢 好 感谢陈总 确实我们中间提出来的 今天这个品牌主张 健康幸福家 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 甚至小朋友都认识的四个字 非常常见 健康幸福家 但其实呢 刚刚听了陈总 包括王总也在讲 恰恰是在一个相对 或者是之前 不太健康的市场环境下 在做着一些痛苦的转型 转变 可能才会有我们未来的健康和幸福 我们也看到中间也为此一直在 无论说是叫负重前行 还是说两年前我们就已经提前看到了未来市场的一种变化 提前做出的这种超越时代的一种前置性的一种转变和转化 刚刚的最后陈总的提到了融合 然后也提到了坐在我旁边的这个魏总的太康集团 我们也是品牌战略合作方 其实可能大家对于太康在做的事情 不是那么的熟悉和了解 那今天呢 也很有幸我们稍后呢 听听魏总来去讲讲他的这个太康 前两天和这个野总在聊天 然后呢 我说 当然也是基于前不久 我们中海发布了2021年的这个财报 然后当时呢 这个我们中海的董事长提出来 当下的房地产市场 什么杠杆红利没有了 这个政策红利消失了 然后等等 然后其中呢有一个人口红利的消失 那可能是对于我们一些房地产 或者说我们新房市场的话 可能人口红利的消失确实有一些影响 但是我觉得好像恰恰相反 我们太康所在的这个养老地产行业 在我们新房的这个人口红利消失 同时可能我们随着 无论说是天津 还是中国这种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可能我们迎来了我们养老地产的人口红利时代 接下来的话呢 就想听听我们魏总在 我们 其实养老地产也属于房地产的一类嘛 对吧 那我们在这种时代的变化当中 太康是如何走在时代之前 或者说我们下一步 对于我们养老地产 以太康在养老地产这个行业当中 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好 谢谢主持人啊 谢谢陈总 这个因为我呢 就今天在台上坐着可能是一个行外人 因为大家刚才这个 卢老师也好 王总也好 讲这个房地产市场 这个刚才陈总也讲这个中建 在未来的发展中的转型赛道 包括融合 其实呢 我过去的从业呢 也比较简单 这个前15年 其实也在地产这个行业 也算一个地产的老兵嘛 然后这近5年呢 这个在从事这个养老地产 这个养老的投资 其实我想今天给大家 因为有记者朋友 也是受这个陈总的邀请 过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就刚才就主持人问的 就是关于养老 其实我想今天这个主题啊 很好啊 就刚才陈总也讲 就是未来中建地产的转型中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降噪 其中还有一个健康 这健康也是我们关注的 我想呢 泰康呢 其实是一家传统的保险企业 我想再给大家分享 这个泰康做养老之前呢 这个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养老 这个大家可能有很多 今天有媒体的记者朋友 我想也代表一个个人观点 其实大家也关注到养老 其实我们在讲养老的时候呢 就是刚才也主持人提到人口红利 为什么现在这个 在国家的政治在鼓励生育 其实也就是在再造的人口红利 我想说到养老呢 分享两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 咱们在过去呢 去年的七谱的数据中呢 其实关于什么叫养老 中国的道理是老龄化 是个什么样的一个 倒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阶段了 其实过去呢 国际上通行的 这个养老呢 你的老龄化 60岁以上的人口 到7% 就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了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的邻居日本 就是很多 我想 媒体朋友 记得去过日本 日本呢 很多老人 都在开几乘车 开出租车 就是这个日本 是一个非常深度的老龄化的国家 他的60岁以上的人口呢 占了28% 这么一个 一个人口的基数 我们看到过去呢 我想举两个数据 第一个是中国 中国呢 在七谱的数据里面 14亿人口 我们的60岁以上人口 占多少呢 是这个2.6亿 65岁以上的人口 是1.9亿 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 老龄化的一个现状 第二个 我想就说一下天津 大家都是媒体的天津的 天津呢 我们的七谱的数据里边呢 天津整个的这个 常住人口 1400万人 他的这个 60岁以上的人口 是多少 占了300万 然后65岁 是200万 其实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数据呢 我们在老龄化 就60岁以上的人口 天津 已经达到了快 23%了 就是日本是28% 天津是23% 其实我们的天津呢 应该说 已经进入到一个 比较深度的 老龄化的社会了 大家也能看到 就我们的社区啊 我们的周边 有很多的老人了 现在 这个第二个 我想分享给大家的 一个事呢 是什么呢 就是最近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关注 就是4月25号 国务院办公厅 在发布了一个 个人养老金的一个 绞存的一个事情的发展 就是什么是意思呢 过去我们都统筹 就是城镇职工呢 有基本养老保险 这个城乡居民呢 也有养老保险 但那个是社保统筹 国家最近在推一个什么呢 推一个就是说 个人你可以自己缴纳 个人的老金 做一个补充 当然它有上线 它的上线是一年一万二 这部分的钱呢 就你缴到国家的 在养老账户里以后 由委托商业银行机构 或者保险机构 进行再投资 给你去理财 这个也是一个养老的 大家可以看到 国家在养老这个政策方面 也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布局 就未来养老我想 就是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 就刚才这个 陈董说的融合 就是未来 大家在找一个新的赛道 其实国内的专家 在预估 未来的养老 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未来的养老将有 到2030年 将有30万亿的养老产业 这个什么概念 我想刚才王总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就是 21年呢 整个商品房 销入市场18万亿 就未来到2030年的养老呢 将有一个30万亿的 这么一个新的市场 所以我想就借着 陈董刚才说的这个 融合一个赛道的问题 我又给大家分享 就可能媒体记者朋友也在 就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 养老的厂业行业 或者厂业的发展 其实过去呢 我想这个再给大家说一下 简单的说一下 泰康的发展 泰康呢 其实我们传统呢 是一个保险主业 我想大家可能 商业保险都知道 就国内有几大家 像中国平安啊 中国人寿 我们泰康的这个保险呢 在目前的国内的 售险行业里边呢 排名的第三第四 这么一个水平 就泰康刚好去年呢 也是我们公司 二十五周年 在这二十五年呢 其实泰康一方面 主要发展人寿保险的行业 第二个呢 我们在十年前 就布局了医养大健康 我们在国内做两件事 第一个事呢 就是做医院的投资 目前呢 泰康在国内呢 五个重要的中心城市 包括像广州 这个南京武汉 这个宁波 我们做了五家 这个综合医院 这个就是完全以三甲 民营三甲的为主的 第二一个呢 就是围绕着健康洋 我们过去 进入这个医养行业 这十年的时间呢 在中国呢 二十五个重要的城市 已经布局了 二十五家养老社区 泰康做的 今天在座的王总 就是中海也做养老 这个我们也知道 在天津也有一个养老项 能够容纳三千到四千名老人 这么一个大型的中国社区 当然了我们的模式呢 跟地场不太一样 地场以这个拿地销售 现金流周转 为这个一个传统的模式 泰康做的养老呢 是我们以自持 就泰康过去在这个 二十五年的传统的 售协行业里面 我们衍生出来 在近十年呢 做了二十五个这个养老社区 在国家知道的 像北京啊 上海 广州啊 成都 这些一线城的社区呢 都已经开业了 目前我们在国内的 主要的省会城市 都布局了大型的养老社区 这个 未来呢 我们这二十五个社区 建成以后呢 能够这个 总的建筑面积的 三百五十万平米 能够提供六万张养老的床位 这样呢 其实这个在国内来讲呢 应该说在规模上 我想泰康 刚才主持人说的 我们的养老这个行业的布局 应该比较大了 我想今天呢 就是给简单 给大家分享这么个养老 其实我们再回到 这个今天 中建今天上提到的主题 我也过去也很有幸 到这个 咱们这个 成总的中建展望去看过 他也加入了很多 社区养老的元素 包括给我们的社区老人 提供一些 这个健康服务 包括体检服务 包括一些 上门的养老服务 我想着围绕着这个 成总说的健康和降噪呢 我想能够未来 我们也希望 在养老这块呢 也希望这个中建 包括中海这块 我们也希望能够 泰康能够更好的一个 合作机会 这个我简单的说这么些吧 好 谢谢魏总 前不久其实 很巧刚好看到我们 泰康在天津的 这个项目 在我们水系公园的 这个项目规划的出炉 当时我也特别的感兴趣 然后呢 当然我们也希望 刚才我也问了一下 这个我们魏总 大概我们的项目 预计会在 两三年后 然后具备这样的 这个这个 承载我们 养老功能的 这样的一个社区的落成 我们也希望 我们泰康在这条 和中海 中建 不一样的赛道上 一个拥有 听上去 更有 更大的 一个30万亿的 一个市场规模的赛道上呢 能够为我们全国 为我们天津 营造一种 健康幸福家 好了 那最后的话呢 我想在 开头时 最后的话呢 刚刚我们三位 开发企业 讲了在这种 大变革的时代 每个企业面对着 这种时代的变局 是如何去做 自身的调整和转变的 那您听完了之后 有什么感想吗 好 我在说感想之前呢 我先跟王总这个 补充一句 王总刚才谈到了 咱们今天是4月3号 昨天是29号 习总主持的中央政治局 经济工作会议 然后呢 我听媒体评论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他说 为什么这一次 是要再赶在放假 前的一天 要不断 吃酱包 让大家稳定市场 吃骨过街 还有一个大家 媒体人可能感兴趣的 就是 往往中央的这种会 新华社报到的时候 最早是下午3点 然后要不然5点 要不然晚上8点发 昨天呢 是新华社牺牲了睡午觉的时间 中午5点发 就上午开课会 中午吃完食伴就发了新闻 所以我刚才也再次认证 证明一点 我认为这段时间 就是高考接班的这一天 我觉得说到这儿 今天听完了这个 我觉得参加中间的一个会议 我体会特别深的就是 我依旧觉得是这几个字啊 叫七个字叫 降噪健康幸福家 但是在这里面的话 如果我能说一下 我认为 应该是四个字 两个词 一个叫降噪 一个叫健康 首先我要谈降噪的问题 今天因为我们有 大量的网友都在看 我们经常在谈到我们中间 说我们原来的这样的 我们中国叫的 今天我们叫的 基建狂魔 这些人叫基建狂魔 大家在基建狂魔的时候 理解的时候 是觉得什么呢 你就烧起来 做规模 但是今天我们的中间 或者说我们中国的整个建筑的行业 是不是纯粹是做规模 我认为这个是要谈论 1982年中间还是有 到今年正好四十年 那么一个加四十年的企业 到如今成为全球第十三大的企业 然后我一直说 他们可能都没有考证过 经过我考证 中间现在是全球最大的一方 一方 前面都是石油公司 或者银行 或者窝嘛 他们都是假方 为什么 因为中间是个承包商 准确的讲 就是一方 那么如果说我们用四十年的时间 打造出了全球最大的一方 在全球企业中排到前十三名 在中国五百强里面排到第三名 这里面一定有法国 一定有法国 一定有秘诀 那是什么 实际上通过跟中间立场的这些年的接触 我觉得我体会得很清楚 其中有一点 比如说我们每次跟陈总聊天也好 和我们的中间立场公司聊天也好 你会发现他们说出来的都是一些我们媒体不懂的专业术语 是什么 是什么什么沙江 是我们下水道用的叫双臂螺纹 后面还啥呢 就类似这样的东西 太多了 包括我们上一次去参观 展望 展望的那个样子楼的时候 那里面对于工艺工法和我们传统的理解是不一样 当然我相信这些还都仅仅是表面 所以通过这儿我才体会到 说实话 中国房地产市场这些年的整顿 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 因为房地产一定不是金融的 一定不是金融业 一定不能把房地产作为金融来玩 它就是一个将心营造的一个过程 它最起码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讲 那就是百年大计 我觉得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我经常地跟金融总裁说 我说你有点用力过吗 除了把产品做的研究户型 研究营造的质量 研究营造的质量 研究材料 研究采购 研究成本之外 同时我讲用力过往是在于社区配套 包括养老 包括我们社区的医疗中心 社区食堂啊 每次金融总讲起来之后 我觉得一下我就记不住了 这些东西记不住了 后来我明白了一点 也是金融总今天讲的第三点 叫融合 或者说我觉得您说得很重要融合 实际上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叫健康 为什么把它理解为健康 我认为 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叫 迎接健康丰盛的人生 这个健康不是指这种 光身体没病 长得不状态不是 是我们如何迎来一个健康的社会和健康的人生 而房地产上如何能够为我们的居民 为我们的市民 为我们的社会 营造一个健康的环境 它不仅有健康的身体 还有健康的心理 健康的嗜血 我认为这个才是健康 所以降噪健康 我觉得这是中建地产一直在努力地追求 一定努力地追求 能够在今天这样的市场上面 能够在这种大浪淘沙 在两极分化的市场上能够有中建这样的 一心埋头做作业 就跟孩子高考前一样的 在持续地用功 没有出去拍拖 没有出去谈谈 没有出去玩耍 我觉得有这种精神 也是我们中国买房人的一件幸运 也是中国楼市的一件幸运 我相信也是面对中国未来经济的一件幸运 好 谢谢 好 非常感谢卢老师 同时也特别感谢台上的四位嘉宾 给我们带来特别精彩的观点的分享 最后总结一下 当我们告别了房地产这种高周转的时代 当我们去让这些用杠杆去撬动 市场发展的企业慢下来的时候 当我们房地产市场从投资属性资本属性 真正把它强化到居住属性的 这种时代的变革背景之下 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像中建 中海 甚至像泰康这样的企业 在这种新的历史使命下 然后为我们的无论说是市场的发展 健康发展 还是老百姓的人居的提升 我们需要更多更多这样的企业 来去为我们营造更多的美好的健康幸福家 好 非常感谢极乐嘉宾 也同时感谢大家 我们这个论坛的环节就高一段落 谢谢大家 好 各位聚龙 赵哥笑 好 各位可以一起来合影留念留下精彩的瞬间 再次掌声感谢以上各位嘉宾精彩的分享 各位的真知灼见让我们受益匪浅 再次掌声感谢 好 谢谢 感谢我们的各位领导嘉宾 请回到贵宾席落座 每一次起目都是一场时代的转折 每一次聚首都是一场革新的际遇 天津中建地产沉淀二十五载 始终怀揣一颗赤子之心 以国将担当品质笔墨为城市注入灵魂 我们可见在未来的时间里 天津中建地产将以理想为牛蛋 播种 深耕 浇灌 以初心守护人居释放美好生活的光芒 与城市同理想 共未来 伴随着本次盛典的召开 天津中建地产以降噪健康幸福家品牌主张 宣告一个繁盛时代的到来 接下来我隆重宣布 天津中建地产二十五周年 品牌换新发布会 继三盘产品说明会 到这里圆满落下帷幕 在未来天津中建地产将继续在时代浪潮中坚定的前行 于传奇之上再见传奇 领衔时代人居 祝城市贵藏 再次感谢各位 谢谢 大家好 这里是降噪健康幸福家天津中建地产 二十五周年品牌换新发布会 继三盘产品说明会的第二现场 中建展望营销中心 我是斯敏健 发布会稍后将正式开启 会场各种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在我们大家等待发布会的同时 我们先带大家走进中建六局地产公司首个亮相项目中建展望 通过镜头希望大家可以真实的感受目前项目已经呈现的降噪服务体系及精工样板间 下面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项目专专业的生活规划师 大家好 建造为核心的设计理念运用科技建造 绿色建造 精益建造 以及智能建造为产品基石 打造片区内的整体标杆项目 向客户呈现高品质高性价比产品 助力整个片区的经济发展 建行共生文化 旁边这棵幸福树呢 既是我们以人文建造为核心 五个建造为体系打造的全灵化精英阶层 共生健康社区的体现 大家好 我是中建展望的职业顾问 我姓张 叫张家庆 接下来的话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89平米的路行 第一的话要介绍到我们整体户型做了一个 塞扬开钛的一个经典户型 整体的输入度是非常高的 同时我们做了一个LDK的一个参除客一体 增加我们户型的通透感 同时我们每个空间的面积的话 也是做到了同级别尺寸里面做的最大的 而且我们做的三式两进两位 增加了后期入住的一个功能性 整体的窗户的话 也是做的一个断桥垒三拨两中空的一个门窗 它的隔音性保温性都是同级别尺寸中最强的 我的分享就到这了 接下来通过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户型 我们的镜头来感觉到我们的镜头来感觉到我们的镜头 我们的镜头来感觉到我们的镜头去感觉到我们的镜头来感觉到我们的镜头 提供收音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都是有上下水的 也是增加了阳台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属性 然后整体的这个客厅的话呢 咱们采用的是LDK一体化的一个设计 使整体的空间利用率更高 然后北侧的公共的卫生间呢 大家可以看到 北侧也是有一个4平米的露台 是不计入房本面积的 大家可以在这里晾晒衣服或者是做一个储物的空间 然后再往里边走的就是我们一个主卧 还有一个功能房的休息区域 主卧的话呢 咱们也是采用的主卧套房 不如是衣帽间的设计 使整个主卧的通透性更好 而且利用率的话也是非常的高 然后北侧的功能房的话呢 可以做成儿童房或者说是主人的办公房 或者说是七拍室都可以 功能性都是能够满足非常强大的一个功能属性的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接下来大家随着镜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户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只户型也是遍区内超大宽厅的改善型三居 这个户型一共拥有三大优点 第一 这个户型均为七到八层的洋房产品设计 全部为一梯两户 位于小区的核心位置 40米超大楼间距 让您纵享整个小区的舒适感 第二呢 整个户型拥有一个5.6米超大宽厅的设计 南向三面宽 最大面宽可达12米 让您的阳光洒满整个雾面 第三个优点 整个房间采用动静分区的一个设计 您的主卧远离您的客厅 让您拥有一个静谧的休息区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可以针随镜头再感受一下这个户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给大家带来的是136平米的户型分枪 136平米的户型是三十两厅两位南北通透的户型设计 客厅南向三面宽 客厅开尖达到了6米 同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南向的采光窗户 它整体的窗桥底是达到了85%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厨房和餐厅 餐厨采用的是金制的LDK户型设计 由此也可以看到我们厨房的一个过期 还有一个亮点的146平米的主卧室 采用的是套房的设计 同时它的卫生间也是配有浴缸和衣帽间的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然后大家就在箭头参观一下我们互相其他的亮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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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刚我们已经参观过样板间了 现在由我们两个带领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工艺工法的施工样板间 来这边请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是我们的工艺工法的样板间 现在展示出来的是我们五房体系中的降噪工艺 双臂中空螺旋的降噪管 在我们4000平米的界面上 整体又为大家包裹了一个五厘米厚的隔音棉 整体的起到了一个降噪的作用 大家看这有个小提示 管道不会炒 睡眠会更好 然后这边大家看到的 则是我们关于外窗窗口分层的一个六道工法展示 因为这个窗体漏水的话 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 我们在建筑的时候进行了六道工艺的施工方法 包括在建筑初期采用了这种内高外地的起口设置 再加上我们的一个防水沙浆 防水层 再用了一个坡的一个找瓶 最后的话再用这个额外的成本投入的一个挡水板 去给咱们做出一个 基本上以后肯定是不会漏水的 一个咱们一个中间展望的房子 然后最后的话呢 咱们整个项目其实是有208道工艺的展示 在咱们的尸体楼里边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参观 咱们的尸体楼里边 今天项目的介绍就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